大家好,欢迎来到iMyPhone繁中频道 您的iPhone会一直显示苹果图标然后关闭吗? 这真的很烦人,因为您将无法访问iPhone中的数据 因此今天我将向您介绍有关解决此问题的一些办法 让我们开始吧 方法一,强制重启iPhone 方法二,使用复原模式回复iPhone 方法三,使用iOS修复工具 让我们从第一个解决方案开始,强制重启iPhone 此方法在不同机型之间有所不同 为了提高效率,我仅向您展示如何在iPhone和更新的机型上使用 如果您有其他机型的iPhone可以转到右双角的视频 其中包含所有手机机型的详细操作步骤 针对iPhone 8和更新的机型,您应该按一下增大音量按钮 然后按一下减小音量按钮,最后按住侧面按钮 在屏幕上看到苹果图标之前不要释放它 如果此方法有效,您的手机像在重启后恢复正常 但是如果问题依然存在,您可以尝试使用第二个解决方案 用复原模式回复iPhone 但请记住,此方法将擦除手机上所有的数据 如果您不介意,可以使用此方法 在使用iTunes回复iPhone之前,我们需要将手机置于恢复模式 同样,我们仅在此展示有关iPhone 8和更新机型的操作步骤 右上角的视频将为您展示所有机型的步骤 现在,您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将设备与电脑连接 对于iPhone 8和更新的机型 按下并释放增大音量按钮 然后按下并释放降低音量按钮 随后按住侧面按钮,直到看到恢复模式的萤幕 iPhone现在出于恢复模式了 您将在iTunes屏幕上看到几个选项 有人会分别看到更新和回复按钮 而另一些人只会看到一个更新和回复按钮 我建议您选择恢复iPhone 虽然它会清除所有数据 但可以更彻底地解决问题 等待几分钟后,回复过程完成后 您可以从以前的备份中还原数据 以便最大程度地保存数据 如果此方法有效 iPhone将在之后恢复正常 由于显示苹果标志并关闭的问题 通常是由于软件故障导致的 因此iOS软体修复工具可以帮助您解决问题 我们将介绍第三个方法 即使用iMyPhone FixPort 这是一个iOS修复工具 只需单击几下即可修复您的手机 而且您的数据将会被保留 现在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在此之前,请确保电脑上已经下载 并且安装了iMyPhone FixPort 我将在视频描述中放置链接,您可以快速查看 启动FixPort后,您会看到三个选项 标准模式有助于解决各种iPhone问题 点击它 然后将iPhone连接到电脑 然后点击下一步 由于您的iPhone目前未处于正常状态 因此您需要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和展示的步骤 将设备置于恢复模式或DFU模式 在软体检测到您的设备后 您可以选择合适的设备固件 然后单击下载 最后开始修复 点击开始 将修复iPhone 现在您可以看到 iPhone保留了所有数据并且恢复正常 它是不是轻松地修复了iPhone问题呢 此外它还可以解决iPhone上所有常见的软体故障 今天我介绍了三种解决iPhone 显示苹果图标并关闭的方法 您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解决您的iPhone问题 祝您好运 现在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请在下面发表留言 让我们知道 如何为您提供帮助 下个视频再见